所谓当然现在都是COVID-19 可是这个COVID-19的病毒 现在从去年开始的武汉病毒株 到现在历经了从D614G 所以原来这D614个氨基酸位置 是D改成G 然后变成是席卷全球之后 那之后又加上了就是英国变种病毒 到南非到印度 甚至到越南 甚至还有一些基因虫状病毒株 巴西病毒株 巴西的那个在日本也有发现是P1 所以看到说这些变种病毒株 当然就是因为它到了不同的族群 它经过了演化 它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是刚刚那个邵兄问说 那这个结果到底什么时候 就是是不是都一样 还是有可能有不一样的病毒株 已经侵入到台湾来 那这个就是分子流行病学的领域了 我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就是去改善了这个基因重组 所以基因的这个定序跟这个演化素分析的方法 那文章也发表在General Infectious Disease 那我们怎么做呢 其实大家知道说这个病毒 它整个的基因的序列 两万九千多个碱基 所以你如果要去做 你要做三十个PCR reaction 你要做起来可能要一两天 然后你要把这些都接起来 然后再化基因演化素 其实是旷日费时 我们那个时候就去设计了一个方法 事实上是让它的Hyper Variable 所谓说多变异区 因为你去看的话 两万九千多个碱基 其实中间有一些是高度变异区 你把这高度变异区加起来 可能只要6KB 很简单 就不是二十九KB 所以你Sequence 就不用Sequence 整个病毒全长 只要Sequence 部分的这些高变异区 然后你去化演化素 你时间就缩短 一天就可以化完 一样的 这一次COVID-19 我们也是有尝试这样去做 发现说你只要Sequence 七KB 七个PCR的变异区 然后去做 就可以快速的去分行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是英国病毒 还是已经印度病毒株入侵了 但是要做这个东西 首先你这个简体 还有这实验室 你必须要做分配 那现场情况是 其实在前一阵子 就是也是有人说 我们是不是筛减能量 这RTPCR有什么样 其实国内有PCR机器的 有这个机器的 很多实验室 中研究就好多台 很多研究员 他们实验室都有一台 那大学里面也都是这样 所以就是有人说 那我们进来一起协助 那这个就是必须要 要有人能够去做 这个这样子的协同的 去号召 然后同时 他能够去每个实验室去看 看说你适不适合 可以改装成一个 为这个疫情的 这个病毒的分行 来做这样子的规划 这需要懂的人进去弄 那但是这个东西 如果他们不进去弄 那就屠呼夫妇 大家就是要帮忙 也无能为力 因为中央疫情指纹中心 很多事情 他们就是不公开透明 他们是尽量就是觉得说 不要搞这些 我们就自己做就可以 所以那天当记者问这问题的时候 张上传才会说 那就让昆阳的那几位研究员 做一做就好了 可是他们才 人手才几个人 他们哪有办法去负担 这全国这么多一天都是 三四百例新增个案 然后每个都要去这样做 做全基因体的定序 定序完你要去把它排出来 然后用演化术的分析再去分析 这个其实是需要 大家要集体的一起进来帮忙 才有办法把它做起来 那除了昆阳 因为昆阳在南港 因为他在昆阳街 是我以前的选区 我选区还进去跟每个人 拜托这样 是在南港昆阳街 除了他们还有 谁有这个能力可以做 像我们实验室就可以做 然后另外像马街 我刘幸福老师的实验室可以做 高一那边 王胜凡老师是我的学生 训练出来 他已经是高一一级系的 已经深圳教授了 他也可以做 那其实台大的张鼠元 张老师也可以做 长刚的施信如也可以做 很多地方可以做 可以分工下来做 大家可以分工 可以进来协助 但首先你就是必须要把 要把那个病毒的 那个材料 你要把那个东西给我们 然后我们跟你签一个合约 我们当然可以帮你做 没有问题 而且我都可以不用收费 都可以帮你做 署长 是 这么好 不用收费都义务帮你做 当然是 国家有难 当然是大家要共提时间 对 其实赵大哥讲这件事 已经讲很多次 而且真的令人担心 包括我们境外移入的 还有哪里 还有移工宿舍的群聚 移工宿舍群聚 到底是什么基因序列 对不对 这些其实都要非常的小心 那其次我们就看到说 检验 乃至于其他的抗疫 防疫物资的动员能力 政府没有动员能力 而且不肯动员 还在讲检验的坏话 除了PCR 这样的检验 以及这个基因序列的 这个定位以外 我们就说过 快塞试剂 九成的敏感性 50个病人帮你找45个 剩下5个 你再检一次 5个里面再找4个 只剩下一个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就把传染源把它减到最低 那同时呢 透过快塞 98%的特异性 这叫真阴性 马上就帮我们过滤掉这个PCR检验的这样的负荷 对不对 100个塞掉98个 你只要两个 假扬线去做PCR就好 这么好的工具 政府就是不给大家做 每天还在这个审查站讲坏话 还说什么要剩下率到多少才做 天喔 剩下率要多少 你今天露一个下礼拜变5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动员的能力 跟态度上都有问题 另外我要顺便提广州 刚刚赵大哥讲到广州 广州这一次他怎么做 除了立刻迅速的普塞 普塞的意思就是我一次塞 我不是等你报一个 喔然后怎么抗涅多少 然后再等哪边报 再抗涅多少 一次塞一次抓出来 他配合上他所谓的个人健康码 他这一次不是采取硬封城 他不必了 半封城就可以 所以科学防疫 包括我们的检验 包括疫苗 包括我们的资讯的这个科技 我们看到我们政府没有一项到位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